哇,这就是小绵羊,这个是安全帽 骑摩托车,或者你们叫鸡翅 台湾这边叫鸡翅 必须要带 不带的话会... 大概要罚多少钱? 小岛被罚过了 我在这个PMP地方没有警察 就OK 这个PMP地方,你每排开吃都可以 我在苗栗南庄,她的女儿没驾照 她照样开车在苗栗 因为警察不会走 在台湾,我发觉很多时候我遇到的一些事情 我感觉跟在大陆差不多 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乡下地方 不管是,大家就不守规矩了 台南也是 昨天不是在大陆口,或是城市里面 还有警察在那边站好外出 其他地方他们更不理 这样 总之,不是城市里面就不理 你知道吗,我昨天被罚了一千九百块钱 我的车停在台南市中心旁边的路上 我看到是黄线 我以为可以暂时停 结果停了,我跑去吃饭 我一来吃不见了 哎呀,我的车都不见了 结果被他拉到扣吃厂去 所以市中心不能乱停 对,市中心不能乱来 但是,郊外的话,你稍微的不守规矩还没问题 对,市中心一定要 市中心 要不要骑到大陆 好啊,今天我在台南这里 我们刚刚看完热落 然后在海边这里 遇到有一个台南这边的朋友 他很日行 叫我骑摩托车 台湾叫鸡车 其实我之前没骑过 你这个其实会更加比较好骑 不同那种 直条形的那种 就是你这个比较 有一个弧度这样的话 比较平衡比较好 像这个我们叫做小绵羊 这样,骑起来会比较好骑一点 对,骑四驱还是很好 骑四驱很好骑 如果你要往山里 建议你骑重机 哎呀,你说吧 你说没有,我是要路易 骑四驱比较方便 因为不用跟人家 车子在那边针 就很方便 对,如果山区的话 那可没办法踏山 是是 所以山区的话呢 直动车是不好过路 但是你要我在 我在那个 叫什么地方 南投啊 南投的那个大山上面 就是那里是霧台 霧台事件的那个霧台 霧台事件 霧台事件的那个地方 哇 那个山 你知道那里有多大多高吗 那里的山 一千多米以上 全部一千八百米 一千六百米以上 哇 那里的原住民啊 骑着这个机车 女孩子啊 在那里 哇,绕山绕着走 哇,还有那个喜好坪啊 你不知道认不认识喜好坪 骑在那个车后面 坐在后面 跟着在那里 跟着山上拍 在那里 骑着车拍 哦,也是 哇,好厉害 我这个胆子好大 这个也是可以的 只要它 不是太躲峭的话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它基本上 这个是一百一二五嘛 一百二十五CC 一百二十五CC 都可以的 一百二十五CC 像这种的话呢 开速度可以开多高 多快 我本身是没有试过啦 我挺多骑到九十几而已啊 九十几也很快啦 九十几的话呢 我们开车都觉得挺快的啦 那你这个的话呢 九十几的话 感觉真的 也挺挺那个刺激的 对啊,对啊 对啊 我在市区 挺多骑个五六十 五六十 对啊 所以是很料理的道路 别在市区有限制吗 这个摩托斯 限制的速度是多少 大概五十至六十左右吧 五六十 对啊 那也是 骑到最最最最最高限制了 对啊 就是比较偏僻料理的道路 这边市区 对啊 你可以去看看 好啊 那你要先叫我怎么样骑啊 我的真的没 首先是打火是不是 是坐上去 你坐上去打火还是 坐上去就好 你来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吧 先坐上去 然后就打火 嗯 这个怎么 把那个脚踏 这里有的脚踏 把它 把它打上去是吧 脚踏打上去 然后就 然后点火 对 然后打火 然后就 刹车先按住才能点火 啊怎么样 刹车先按住 哪里按 刹车啊 哪里 事 Kriegu 沙车先按住 然后按启动 就怕它会飞走 不沙车不按住的话 所以会往前冲啊 对 然后你整个人坐上去就可以行走了 这个是油门 油门在右手边这边 这边是沙车 前沙后沙 哪个是前沙哪个是后沙 这边是前沙 左手边是前沙 然后右手边是后沙 基本上我都是两边一起 那这个跟当时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沙车原理是不一样的 差不多 那这个好像是油门 蛮这样子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计算机 所以我收错我会怪我 没事 然后 这里有两个表 这两个表的话 这个是 这个是速度表 速度表 速度表为什么是1到10的呢 因为它现在是在空转 在空转 差不多20左右 那速度 你怎么知道 这里跑了50公尺 50公尺 50米一小时 50 50什么 每小时 50 50 50 看这边 看这边 现在是 你说五六十公里 对 就是每小时五六十公里 看是看这里的 这里 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 这表达是什么 一到10 就是它的轮子转速 轮子转速 但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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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看这里 对 它上面有时间 还有什么 公里数 你走了一万四千两百七十六 对 然后这边是油表 油表 这个油表 那个是 加四百 对对对 它这个标志是这样的 很特别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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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加油的时候 你的手 手刹车就要放了 对对 手刹车要放 才会前进 才会前进 这个油门是要不断的在加的吗 就像开汽车一样 对 汽车是用脚踏的 它就用这个 所以 这个要 那 放这个油 油门放大放小是 力量 力度还是 它这个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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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往 往那个下方 是放油 对对对 往上面是 捡油 是 是那个 收紧 对对收紧 哦 它基本上它会自动 去 它自动反弹 对 所以你不断要在那里拎着 不断的那个 加加减 加减 加减 哦 那真的 你不说的话 这个 这种原理你不说的话 肯定开不来了 不学 肯定开不来了 到时候会把这个车开到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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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了可能会 基本上 应该比较少 说不会骑 以台湾本地来讲 大部分都会骑 明白啊 你们这天生会骑的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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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 血脉里面 就已经会 会有这个 遗传了 从小 乱雾了 从小看啊 还有你们的长辈 也会骑啦 对啊 像我们 我们在香港的话 真的我刚才说 一万个里面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会骑的 对啊 所以我们 就是觉得挺难拍什么 对对对 但对于我来说 就是很新鲜咯 对 你快去看看 好啊 好啊 那你来帮我拍哦 呃 但不要拍到我的样子 我也不上镜 你也帮上镜的 拍我的背 拍我的背 哇 好重 对 然后脚 脚可以动 然后回走 身体 可以 可以往后飞 对 往后飞 对 对 然后可以转关 吹油 这一般来说 停在里边 退出来先哦 对对 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可以了 那刹车可以先 先试试刹车比较好 先刹车 刹车 刹车之后呢 然后放刹车 慢慢的油门 加油门 加油门 呃 加油门的时候 刹车要换吗 要 要换 你跑不到 但是我怕我不会平衡 哎 呃 不客气 慢慢拿去好 边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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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刹边 要把刹车 要换小一点就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客气 不会平衡 对 一般来说是一只脚踩的吧 嗯 也可以两只脚 两只脚打开 哇 终于会开 对啊 可以再按那个启动 但是为什么会被吸掉呢 因为可能是突然换带油本 突然整个油路不顺吧 你再按启动 刹车按着 刹车按着 然后就要启动这个油啊 启动在下面 最下面 诶 这个 这个 对对对 哦好啊 诶 诶 好了 然后油本加一下 啊 是啊 快走 對啊,又熄火了 好刺激,好刺激 對啊,要不要騎啊 挺好玩,挺好玩 我是真的第一次騎這個機車 第一次騎,這個也怎麼按下去的 那是旁邊這邊 哎呀,真好玩 哈哈哈,其實不難掌握 不難掌握 一兩次就比較習慣 是是是 哎呀,太好玩了 這是台灣最安便的交通工具 對對對,實際上呢 怎麼說呢 我是這樣認為,就是台灣 我經常會覺得 大城市裡面 應該是要慢慢禁止機車 然後換成電動的 現在已經慢慢的淘汰了 嗯,已經立法再慢慢淘汰這些 嗯,汽油啊 換電動車 對 然後,香蕉就由它 沒事,由它再還繼續用 始終香蕉來說 它那個不方便吧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說能夠全部都用成 換成電動車也好 對 這個,第一對這個 空氣污染 會有幫助 然後呢 也 事故可能也會沒那麼多 嗯,電動車它始終 呃,比較慢啦 沒有那麼快啊 然後 呃,在大城市裡面 假如說 其實我覺得台灣很大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捷運 還沒能夠四通八達 還沒做到四通八達 假如說捷運能夠做到四通八達 大城市 基本上 哇,我要去到哪裡 我都不用騎啊 騎摩托車啊 騎這個機車 我都做這個捷運 我就能到 我為什麼要騎啊 是吧 台灣人是一個習慣 他習慣自己走 哈哈哈 他不喜歡大城公車 或者是大眾捷運 對,他覺得方便 對 他要到哪裡 一升就倒 對 很快就倒 但是這種 這種東西可以慢慢 這個 生活方式可以改變的嘛 可以慢慢改變的嘛 關鍵還是最大問題 最重要還是在於 這個捷運 一定要做到四通八達 做到時候 像香港一樣 四通八達 他 他幹嘛要騎這個 這麼危險 在馬路上難道沒危險啊 是吧 還是有風險的嘛 是不是 所以的話呢 為什麼香港人 他不騎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 哇,我到哪裡 我們可以坐地鐵 我們叫地鐵 我們叫捷運 我們哪裡都可以 坐地鐵都可以到 不到不了的 轉一個什麼 其他的交通工具 接播一下就到了 所以他很方便 他就沒有必要 要這個東西 只是有一些人 他特別喜歡 玩這個東西 他就不是拿來做 不只拿來做 這個交通工具 他是拿來玩的 我來說 對 我來說